先诀,正文,第27章,燕山禁地,下,燕山禁地,大名鼎鼎,这个世界上,北疆,南荒,西域,东土,中洲,以及大海大洋,广袤无边,人族在此繁衍,统治此间,也不过是洪荒时代以来,至于更久远的远古,大远古乃至荒古时代,这个世界上究竟有多少生命留下足迹,人族到现在也没有研究透彻,只是一些模糊的传说流传,因此,这个世界上对于人族而言禁地很多, 有些已经被修士们攻破,成了猎场和资源收集地,有些则至今保持着神秘,就好比燕山禁地,有一个道理通行天下,那就是高风险高收益,燕山禁地固然危险无比,但是也同样隐藏着巨大的机缘,当初正道修士发现了若卢狱,依托若卢狱将禁地界线向礼推进千里,引得天下修真蜂拥而至,人人分了一杯羹,修真界的整体实力提升一个档次,便是一个最好的说明,众人深入燕山禁地,心中忐忑不安的同时, 也都有些侥幸心理,说不定自己乃是有福源的人,能够避开那些危险,闯出一番机运来,燕山禁地的界线其实也不是那么清晰, 伍罗根在古木青身后,走了大约十余里,那种危险的感觉就越来越强烈了,伍罗的元魂虽然受损,但是也比周围其他人强大得多,更何况他的道心清明,水准远远高于常人, 只是伍罗能够分辨出来,这种,危险,的感觉,并非来源于什么具体的事物,而是来源于整个燕山禁地,似乎这一遍山月,并不喜欢人类, 栖身在其中的各种生灵,也同样在排斥人族,伍罗忍不住皱了皱眉头,这,十方鬼顿,好生狡猾,故意冲进这样的地方来,显然是要借势逃脱, 这倒是让伍罗更加好奇了,九大天门到底要干什么,为什么对一个六品天命神符如此看重,无论是白圣洁,还是古木青和胡蒙,都对燕山禁地的凶险一清二楚, 却都毫不犹豫地闯了进来,显然是长老会有过特殊的交代,务必要将十方鬼顿带回去,禁地之中,因为不曾有过人类的大肆破坏,随处可见一些从洪荒时期就在这里繁衍的动植物,古木青的三个随从一路上小心翼翼,除了避免危险之外, 也是为了发现药材,十里的山路,他们已经采摘了数十株珍贵的药材,其中有六株在外面都是百年难得一见的,那些随从十分兴奋,古木青却是一脸淡然,五罗就更不用说了,走在最前面古木青忽然停了下来,侧耳听了听,山林之中一片宁静,远处传来鸟儿的叫声,还有隐约扑斥的响动,三名随从立刻紧张起来,跟古木青比起来他们的修为不算什么,但是每个人也有九宫寒舍的级别, 跟拓拔滔天比起来也相差不多,大人,随从低声询问,古木青轻轻一摆手,观察了一下周围,目光落在了一株参天大树之上,这棵大树距离众人五丈,周围荒草密布,大树高不见顶,粗大无比,五罗估计就算是自己这帮人一起上去,都未必能够合报,树皮斑驳临寻,还缠绕着锁链一般的古藤,那树藤之上,更是寄生着无数又嫩的小草,绽放着一朵朵淡蓝色的小花, 三名随从互相使了个眼色,各自掐了法绝,将法宝放出来,在头顶之上高高戒备,从三个方向朝那个大树围了过去,古木青随后,五罗正要跟上去,拓拔滔天却一把将它拽回来,塞在了自己身后,一行人绕过那大树,才听到一阵瑟瑟的响声,十分轻微,就算是这么近的距离内,不仔细去听也不能觉察, 大树后面,依旧是半人高的茂密荒草,黄的绿的夹杂在一起,根本看不清里面隐藏着什么,只有那瑟瑟的怪响声,不紧不慢地传出来,似乎是在引诱着什么东西,三名随从小心翼翼,用眼神交换了一下意见,一名随从操纵着自己的飞剑贴着地面飞了过去,刷得一下将一片长草削去,以,这是,众人看清了那草丛中的东西,无不瞪大了眼楚,就算是一直镇定自若的古木青都忍不住动容,在那片不起眼的荒草之中, 竟然生长着一株碧绿的植物,叶片宛如翡翠,枝干仿佛珊瑚,顶端一片肉丘,上面结着两枚乌溜溜的果实,龙眼大小,就好像两只眼膜一样,一名随从兴奋不已,连忙竖着那植物的叶片,六七,哈哈,九叶之果,成熟的九叶之果,太好了太好了,千年难得一遇啊,之前采摘的那些药材,古木青不屑一顾,但是这九叶之果就算是九大天门的掌交,也会忍不住出手争夺,这东西几乎是修真界所有一片, 品灵丹的必备材料,而且这九叶之果果实已经成乌黑色,说明完全成熟,少说也有千年火候,这等天地灵粹,端是可遇而不可求啊,小心些,连根一起挖了,古木青交代了一句,就连拓拔滔天,都兴奋地关注着那株九叶之果,却没有人发现,五罗的脸色越来越难看,大喊道,快跑,五罗已经不是说,快退,了,南荒帝君已经毫无风度地喊出了,跑,这种近乎于,风紧扯呼,一丝的话语,足见五罗此时的紧张, 所有人一愣,便是拓拔滔天也有些发萌,唯独古木青脸色一变,连九叶之果都顾不上了,把手一招,一道神通卷起了三名随从,又带上了五罗汉拓拔滔天,架起法宝飞窜窜了出去,他刚刚飞起来,迎面就是一片树藤抽了过来,古木青一声轻斥,把手一指,从六道劫浮阵之中抽出火形灵符,一道直径半丈的火雷滚滚而至,轰然一声将那些树藤炸得粉碎, 然而头顶上,无数树藤正从那棵老树蜜蜜麻麻的枝丫之间不断地爬出来,前仆后继地扑向了他们,一名随从肝胆剧烈,蛇,那无数枯藤竟然一个个睁开了眼楚,新红的眼楚邪一可怕,毫无感情, 大部分大蛇只有一双眼楚,但也有不少是四指,六指,乃至八指,八指,四对血红的眼楚,排布在乌黑的蛇头上,说不出来的猙獰可怕,五罗美好气地喊了一句,当然是蛇了,那九叶之果珍贵无比不假,千年火候也不假,但是那九叶之果早就被吃掉了,那肉丘上的一双乌黑,之果,实际上乃是一双蛇眼,这种九叶之果还有一个名字,就叫做蛇之,蛇性狡诈冷血,自己吞了九叶之果,在以此为诱饵,引诱猎物前来, 来送死,只要守着这蛇之,不用奔波捕猎,也能吃得肚皮溜圆,一开始五罗就觉得有些奇怪,九叶之果怎么会自己发出声音,而且竟然没有一点一香,这本身就说不过去了,在看到九叶之果竟然尝了两枚果时,他立刻就明白这是一株蛇之,像九叶之果这样的天地灵粹,结出一颗都嫌灵气不足,哪里还能一次结出两颗,即便是真的结出两颗,也必定互相竞争,总有一颗会失败死去,五罗的见识再一次帮助了大家, 可惜他没有想到的是,这一回,守在蛇之旁边的竟然是一群蛇,古木青已经将五行灵符全部放了出来,之间一道五色光圈高高悬在他的头顶,护住了众人,光圈放出七七四十九道光滑,围绕着众人不住旋转, 好似利刀一般,漫天扑下来的怪蛇,只要和光芒稍稍一碰,便立刻碎成几段,污血漫天,古木青护着众人朝外冲去,脸色却并不好看,竟然是五品凶兽血眼独莽,而且还是这么大一群,没想到刚刚进入燕山禁地,就遇上这么难缠的凶兽,在场的只有两个人知道这血眼独莽有多恐怖,除了古木青就是五罗,其他的人包括拓拔滔天在内,甚至根本没有听说过血眼独莽的名字, 和古木青一样,五罗的脸色也很不好看,上一世,五罗曾经深入南荒某个禁地,见识过这血眼独莽群的厉害,即便是那个时候的五罗,也颇费了一番手脚,才将莽群斩杀干净,现在,自从危险来临,五罗就一直紧盯着那朱九叶之果,仿佛其他的血眼独莽都不存在一般,因为他知道,真正的危险在那里,原本这里便是密林遮天,无数血眼独莽飞扑下来,更是将阳光彻底遮挡了一个严严实实,越来越多的六眼, 八眼的血眼独莽扑下来,古木青焦急无比,地面上血眼独莽的尸体和血水已经堆积如山,蛇血悄无声息地流淌着,只要离开尸体,鲜血流不出五不远就会立刻蒸发,化作一片浓稠的血色雾气围绕在古木青他们周围,而那雾气之中,时不时地会有一道莽蛇状的毒烟一闪而是,毒烟血莽的蛇血乃是剧毒之物,所化的毒雾沾者必死,就算是修真者,如果被过多毒雾侵入体内也难以幸免,都顶上的血眼独莽越来越多, 古木青心中矛盾之极,杀的血眼独莽越多,围困自己的毒烟就越强烈,可是不杀,这些血眼独莽一旦靠近,众人立刻就会成了莽口忠实。